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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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从现在看你觉得说 行动党大概呢 你们距离你们能够真的是做到 让马来人信任行动党 你觉得这一步离这一天 还多远 我们朝向这个方向 我们还不能够说 但是我们现在要讲一句 从头开始 在1966年当我们创党的时候 我们因为就是有强调 我们不是为了任何一个种族 为了整个马来西亚 也就是这个理由 在第一次的大选1969年 我们所派出的候选人 各种族的 有马来人 有华人 有印度人 在当时我们甚至有两位州 马来候选人中选于州议员 而且我们整个过程有看到 马来人的国会员 今天州议员 而且现在我们在 Katazan 有一位州议员 希望在最近的 沙拉雷的大选 能够看到一半的大逸 所以我们也朝向更加 更加这个 马来西亚性 能够代表所有的住群 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性别跟年龄 看起来 看起来 以反对党来说 行政党是比公正党 义士党 更稳定的一个政党 你觉得 为什么原因 让行政党跟其他党 比起来 是相对比较稳定 这么多年来 你们的整个发展 议员的数字 甚至跳槽的元素 都可以维持得比较稳定 我不要太虚拼 其他的政党 就行政党 但是基本上 我们比较 可以说 行政党里面 我们的各阶层 比较有一个公式 关于整个斗争的目标 而不是像其他的政党 这样子 所以你们 你们是怎么去这样子做到 凝聚到每个领袖 可以有比较正确的共识 因为我们也有 干顺帮在行政党里面 也有结伴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参加行政党 不是为了做官发财 就是为了一个理想